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個影片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法師改版完之後推出了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很簡單 它就叫做名譽幣的轉移 它可以把你分身身上的這個名譽幣 以11萬為一個單位 轉成10萬名譽幣的這個箱子 怎麼說呢 我們現在在這個製作畫面裡面 它是活動 活動的這個名譽幣箱子 它的製作條件是11萬個名譽幣 那製作出來的這個箱子裡面呢 是可以放10萬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用11萬去轉成10萬 而且這個箱子喔 它是可以做存倉轉移 你可以轉到你任何的這個本尊 或者是分身身上 那這個箱子它有製作的限制 就是每一個帳號只能製作10個 也就是說我們總共累積起來 這個帳號你可以用任意的角色 總共轉出100萬的這個名譽幣 那它的額度呢 最少就是要11萬 所以如果說 你的這個角色身上的名譽幣 可能是18、19萬啊 這種的話呢 你就沒有辦法去把剩下的轉移 所以到時候在配的時候呢 大家要留意一下 自己身上的這個名譽幣 如果差個1、2萬就可以轉的話呢 你可能可以透過這個所謂的名譽幣箱 去給它補一下 那看來有沒有機會 就是剛好把它轉到本尊的身上去這樣子 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這個活動呢 台服應該也是會在法師改版左右的時候去推出 那為什麼會推出這樣的活動 因為韓版在這一次改版之後呢 它把這個名譽幣的技能書 就是在我們在名譽幣商人買的技能書 把它改成是不能存倡轉移 你買來之後你只能放在自己身上 另外就是我們在魔法阿嬤商店買的這個技能書 你只能買一次 如果你學習之後就不能再買了 那這個功能其實也是因應技能卡的這個設定 如果你想知道技能卡系統呢 可以參考我們之前所拍的一個影片 下面留言會跟大家做分享 好 那這個活動呢 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活動 對玩家來說是非常重要 那麼我們這個影片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小編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